歡迎360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你好 我是傳希 這禮拜天氣狀況比較複雜一些 在兩天比較偏涼的天氣之後 在禮拜三開始又逐漸回溫 台灣各地就轉為這種比較晴朗的天氣 那到禮拜四水氣開始接近 在北部轉為猶豫的這種天氣狀況 可是到禮拜五冷空氣又再度難下 這時候在北部平地的低溫 有機會來到只有13度 溫度有一個明顯的降幅 像這樣子的溫度的起伏 是非常容易讓人感冒的 所以建議您多留意這個 即時的天氣資訊 掌握一下這個溫度降低的時間點 改變您的這個衣服的穿著 才不會容易感冒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雲圖 在這個台灣上空的水氣 還是主要在這個東半部稍微偏多一點 因為主要吹的是這個東北風到偏東風 那至於在這個西半部 是屬於比較乾的天氣狀況 需要留意的是清晨容易出現輻射冷卻 如果新陳出現輻射冷卻 在這個西南部的這些地區 這個溫度可能會比預報還來得更低一些 要特別留意一下 接下來來看一下模式的預測 在這個禮拜四的下半天之後 水氣逐漸通過台灣北方 這時候配上的是這個偏北風 所以從禮拜四的這個下半天到深夜開始 就開始出現這個比較明顯的雨勢 在中部以北都有機會出現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幾天的這個降雨預測 在禮拜三以及禮拜四呢 這個主要還是吹偏東風 可是在禮拜四的下半天到深夜 逐漸轉為偏北風 這時候呢 到禮拜五開始就開始出現一些 比較明顯的降雨累積 在禮拜五以及禮拜六 這個水氣都是偏多的 水氣都比較多一些 都有降雨的機會容易出現 大家可以帶上雨具再出門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溫度的部分 在禮拜三的溫度的部分呢 北部跟東半部低溫大約是17到19度 高溫大約是22到24度 這樣子的高溫狀況 那在這個中南部地區呢 低溫大約16度 高溫可以來到 大約可以24到26度 這樣子的高溫 日夜溫差比較大一點 那在清晨需要留意這個 輻射冷卻出現 輻射冷卻出現 在清晨低溫可能會更低一些些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天氣 謝謝您的收看